妈妈来 我们鞋子脱了之后 我们来站上来 我们来帮一下体重 妈妈到了第三孕期 体重直线增加 这时有什么该注意的呢 到怀孕第三期呢 一定要多运动 少吃甜东西 那这段时间呢 可能妈妈会有水肿的情形 那为什么会有水肿呢 这当然是因为荷尔蒙的改变 那这段时间呢 妈妈绝对不能吃太咸的东西 口味尽量煎蛋 越蛋越好 如果水肿的情形 并没有消退的话呢 建议妈妈可以喝点什么 红豆水 天然力量的食物 你要补充足够的铁质 在生产过程当中会流失血 这时候宝宝更需要铁质 身体如果说 能够储存足够铁质的话呢 将来它比较不会有 贫血的情形产生 之前介绍的红凤菜 是很好的补铁来源哦 除此之外呢 盖子也很需要了 当然呢 鲜奶不要忘记了 黑芝麻也是盖子来源 这段时间呢 妈妈可能需要补充 比较多的DHA 像秋刀鱼含有很丰富的DHA 而且秋刀鱼是小型的鱼 也不用担心会有狗污染 大妈呢 能够补充比较多的DHA的话呢 以后你的宝宝脑力 会比较好一点点 那今天就利用秋刀鱼 制作一道补充宝宝脑力的 健康料理吧 今天要做的醋味秋刀鱼 需要的材料有 秋刀鱼两条 水一碗 干昆布两片 糖少许 辣椒一根 酱油及乌醋适量 姜片少许 米酒适量 准备好材料 就来制作这道健康料理吧 我今天要介绍这道料理 叫做 醋味秋刀鱼 那醋味秋刀鱼呢 我所需要的食材是有 秋刀鱼 有姜片 然后还有辣椒 放点葱段 那我们调味料其实很简单 有米酒 酱油 醋 糖 还有海带 目的是要给妈妈们 能够补充比较足够的DHA 因为秋刀鱼里面含比较多的DHA 因为有时候 黄芸妈妈认为说 我讨厌油盐 可是我又想吃鱼怎么办呢 这道就是很简单的料理 非常好做 那首先呢 我们可能锅子里面呢 我们放一点点水 好 那水袋200cc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把酱油放进去 然后呢 再把乌醋放进去 看就这么简单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放昆布 这是干的昆布 那昆布上面有白白的粉 不用急着把它洗掉 这白白的粉是一个干味的来源 好 我们把昆布剪下去 昆布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这个汤汁 它的干味 感觉上是更甘甜更美味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姜片放上去 好 那我们用筷子 好 把昆布跟姜片都放在里面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我们的秋刀鱼 放在上面 放在姜片的上面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这样等一下鱼就不会连锅底了 这是个小撇步 好 我们可以放一点点的辣椒在上面 放辣椒的目的呢 其实它会让我们去腥 不用太多 不要放朝天椒 用这种最简单 不太辣的红辣椒就可以了 好 我们把它放进去 好 我们可以再多加点水 好 我们现在可以盖上锅盖 让它煮一下下 因为盖上锅盖 我们利用蒸汽的方式 让它煮得更快一点点 秋刀鱼 不太建议用烧烤的方法 为什么呢 因为秋刀鱼如果经过烧烤的话呢 可能会产生所谓杂环氨 致癌物质 所以秋刀鱼最好的方式 还是用煮的方法 那这道菜 你甚至可以用所谓紫苏梅放进去 它就酸酸甜甜的 味道也很好 好 我们把它煮一下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让它翻面 我们再把它姜片放好 因为姜片铺底的话呢 它有个好处 就比较补棉锅 好 我们再继续把它盖上去让它煮 好 我们就让它煮 好 这时候呢 我们煮一半 我们可以再放一些酒下去 然后让它继续煮 那我们如果说想要台式做法 我们可以放一些冲段在里面 然后呢 我们可以放一点点糖在里面 那基本上呢 这些料你可以先加后加或中段加都可以 按照你自己的想法都好 我们可以再加点水让它煮 我们煮到它收干为止 我们就焖着一段时间 其实这种做法是比较日式做法 那日本人还是有时候放一些味噌酱在里面 也是很好吃的 好 你看我们秋刀鱼煮这水已经收干的差不多 那我们再翻一次面 颜色就会更漂亮一点 用这种方式煮秋刀鱼就不用它会破皮 因为我们下面垫着姜片 好 这时候我们火可以再开大一点让它收干 这时候我们可以加点糖 让它收干速度 这样子会感觉比较稠一点点 好 你看这种感觉是跟我们烧烤的感觉都一样 我们可以盛盘了 好 这就是我的出味秋刀鱼 其实非常简单 你完全没有油烟 一样可以做出好吃的秋刀鱼 香喷喷的秋刀鱼完成咯 无有健康新吃法 口味清淡 而且没有添加一滴油的蒸煮方式 最适合第三孕期的妈妈们咯 加上一点酸酸的乌醋来提味 还可以刺激食欲呢 这道简单又营养的料理 里面可是含了许多丰富的营养素哦 不仅吃得到维生素低 帮助脑部发育的DHA EPA和鱼类的蛋白质等 还能预防心血管疾病呢 喜欢酸酸口感的妈妈们 可以加入花莓或紫苏莓来代替醋的酸味 这么棒的料理怎么能错过呢 一起来试试看吧